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开始上课 上课我们抗菌素的药理概论 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概念 抗菌药物的作用机理 另外我们特别强调了赖药性的问题 赖药性发生的一些机理 那么今天我们介绍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的一些原则 具体的一些应用要在个人中一一地介绍 但是有一些共同的原则性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在学习药理学中应该把这些共性的东西 首先加以掌握 然后再去对个别的药物来着重地去掌握它的个性 所以首先我们看一般原则 治疗性应用 就是用它来治病的 感染已然发生了 我们来使用抗菌药物 那么第一个就是首先 这种感染一定是细菌性的感染 因为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一定是对细菌性感染才有效的 非细菌性的感染 就是真菌病毒性的感染 基神虫那些感染 用抗菌药物显然就是不合理了 但是这种诊断 有时候呢 是一刚开始在临床上面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最好的是病原性诊断能确诊 我已经看到这个细菌了 培养分离出来了 鉴定出来了是什么细菌了 那当然是最好了 但是这个往往有一个滞后 那么我们不能够 这个在症状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还要等待这个病原性诊断的确诊 所以有时候根据经验性的诊断 就进行经验性的用药 是不可避免的 在临床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对感染的特性 临床症状 分泌物的特性 等等一些能够迅速掌握的信息 迅速的判断 然后做出一个初步的 意向性的经验性的诊断 然后再根据这个药物的特性 抗菌谱啊 它的分布啊等等这些特性 来选择药物 好在诊断明确是用药的情况下面 那首先怎么样选药呢 选药的依据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那三个相互作用的关系 要了解三个作用 要根据药物的特点 抗菌谱 在靠不靠谱啊 就是说你这个细菌感染 是不是在它的谱里面 那要靠谱 那么另外这个药物 它的就是药效学了 药动学 它能不能够分布到达你的地方 虽然在体外是很有效 可是它不能够透过血脑屏障 而你这个感染正好是在颅内 那你选择药物显然是不行的 尽管体外有效 体内也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再看看细菌 这种细菌 根据目前的这个监测 它对目前这个药物原来是很敏感的 可是目前已经有资料显示 它的耐药性达到95%以上了 那你还要选择药物 显然就冒有极大的风险 那肯定就是耐药菌啊 所以你还要掌握 细菌的耐药的一些动态特征 你比如说 青梅素 如果是一个金黄色葡萄基菌感染 表皮的一些感染 金黄色葡萄基菌比较多 那95%都是耐药的 你根本就不要选 还有如果是一个院类的感染 你还用一些普通的抗烯素 也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知道 院类感染大部分都是 这个酒精锻炼出来的耐药菌 那所以要看看细菌 这个啊 它的细菌的一些特性 那那么它感染的部位 感染的这个啊 一些这个敏感性的特点 当然你如果能够做了敏感性试验 按照敏感谱来选药 那是最好了 那好了 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人的特征 如果这个人一般情况还比较好 那你可以选择抑菌剂 如果是非常衰竭的病人 免疫能力低低低下的 那要选择杀菌药物 如果这个人的肝肾功能都比较好 那对你的选择范围会很很宽 如果这个人肾功能已经受损了 你还给他选择一些有肾毒性的药物 那必然 虽然把细菌杀灭了 但这个人的肾功能也被破坏掉了 所以病人的病例生理特性 免疫功能 器官的排泄器官的特性 都会对你的选药产生影响 这都是我们在选择药的时候 需要加以考虑的因素 这是治疗性的应用 具体的应用方法 在后面的各种中 还会一一的去介绍 我们这里首先是原则 首先你要确认是细菌感染 其次要根据菌药人的特性 那么来选择合适的药物 第二 预防性用药 这也是目前抗生素 被广泛滥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重点谈一谈预防性用药 预防性药就是显然感染还没有发生 现在抗生素为什么都那么多用呢 就是有时候 他明明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 但是他也会用 用的目的就是说 我万一他激发了细菌感染怎么办 你比如说外科的时候有窗口了 这的话完整的皮肤粘膜的屏障被破坏了 我预防性的用点抗生素 否则的话 画龙感染这个人就要长期住院了 那都不合算了 虽然没感染 我先防患于未染 这要预防为主 但是在抗生素的预防为主 这样一种策略 在抗生素的使用上 我们要策略 因为要从局部的 个体的和整体的利益 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 中综合来考虑 这个预防是不是恰当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 这个内科和儿科的预防性用药 我们的要求是 书上都有 但我要强调的是在这种话中 你不要撒大网 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预防 所有的菌种全给它挡住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一种药物都有它的谱 都有谱 你不能够说所有的药全连上 构成一个圆密的铁筒式的 任何细菌都进不来 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估计它只有有限的一两种 就有针对性的 只对一两种细菌进行预防 这是比较有效的 你说我全谱 全预防 这样的策略 这样的目标 树立这样的目标 本身就不合理 另外只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 预防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俗后 一周 这个进行预防防止伤口 因为后面伤口基本上就愈合了 发生感染的概率下降了 这个就要及时停止 你说这个人是因为是免疫缺陷 艾滋病 那这个终身用药的 说我要终身预防 那这个 这叫防不胜防 因为这样长时间的用药 细菌迟早都会产生来药 所以你最终是锻炼了这个细菌 而且你前面的预防最终功亏一篑 是得不偿失的 得不偿失的 所以有限的菌种 有限的时期进行预防 原发病可以治疗的 你就预防 原发病根本就不可能治愈的 这种疾病的预防 也是一样的 因为原发病很快就愈合了 你预防 非常值得 它的这种 长时间的这种 难以治愈的这种疾病 那你就没有必要去采取预防 因为这个是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那么它列举了这些情况 都是这样的 普通的感冒 一般大多数情况下面 普通的感冒是病毒感染 而且病程很短 而且在这样短的病程的 集体的免疫能力 足以应付一般的 它和平常的免疫能力 和平常一样 和正常人一样 其实它没有发生感染的人 是一样的 因为这么短的感冒 不会对它的免疫性 形成一样 因此它发生感染的 概率是很低的 但是有 比如说发生率只有1% 你未来这1%的人 所有的感冒都去预防 那就99%的人 都是赔的白用药 所以从整体的这个策略来说 这是不恰当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特别强调 在预防用药上 你还要强调你的cost effective 你这个预防的成本效益 到底怎么样 你用了多大的代价 来获得了这么小的一点 预防上的收益 这方面cost是经济上的成本 也有你整个人群的风险 就是赖药这种风险 还有药物不良反应等等 各种各样的那种风险 我们仅仅从经济学上面 来算一个账 因为这比较容易算钱 比较容易算钱 你看预防的总的效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有感染者的 它的医疗成本的总的节约 从经济上来说 我预防以后 哎呀我的钱省了一大笔钱 幸苦我预防了 我用的使人很小的一点代价 预防用药 最后就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感染 最后来治疗 那一下可能是几万块钱 结果我只用了几百块钱 就避免了几万块钱的损失 如果是这样 经济上很合算 这叫cost effective 所以它的预防效果就是 感染风解 医疗成本的总的节约 等于什么呢 如果你不预防的时候 你的总成本 和你有预防的时候 总成本之间的差值 你到底省了多少钱 那么具体来看 不预防的时候 医疗的总成本 当然是发生感染 不预防感染的发生率 一百个人 九十九个都感染了 0.99 再加上感染的后 平均的治疗成本 一旦感染 你会花多少钱 那么你有预防的 这一组呢 就是预防这一组 感染的发生率 比如说明显减少了 它肯定应该是一个 比不预防要少 然后如果我们不指望它百分之百 我们预防以后 也有一部分人 比如说感染发生率是百分之一 那百分之一的人 那也要治疗 比如说万一感染以后 它治疗的成本 这两个成本 我们假设它是一样的 就是一旦发生了后 我们都要治疗的 当然你要注意 你还要加上一个预防的成本 因为不预防的人 是没有预防成本的 你预防了 你要加上这个成本 所以最后就是预防到底是感染减少了多少 再加上感染的平均成本 再减去你的预防成本 就是你的用要的 从经济学上的一个成本 显然从这个上面我们就看来 预防如果本身的代价太大 不值得预防 因为预防就要一万块 因为你要吃一年嘛 那很大的一个成本 但是发生率 其实发生率你避免的风险 只有百分之一的这个风险 因为实际上你就不预防 大概也只有这个一个人 把一百个人 才只有一个人发生感染 那你这个感染的减少率的空间很有限了 因为不预防也只有百分之一 你预防了以后 99个人都花了一万块钱 只减少了这个一个人的一个发生率 就非常的不合算 不合算 所以防不胜防的 最终防了半天 最后功亏一亏的这种预防 其实就不如放弃 等它发生以后 我们再发生 还有感染的实际的这个 不预防的发生率本身就很低的 比如说感冒 本身就很低 你要去用一个成本来发生 那不仅是经济上面 因为预防的成本 还包括不良反应的成本 这个药物上的成本只是一个部分 这个架起来可能会得不上市 所以你要从整体的 从人群的 不是针对这一个病人的 角度来说来制定这个种的策略 哪些是可以预防 哪些是不能预防 好 预防现在运用的 从外科的来说 清洁的当然就不要手术 清洁的手术 就是你这个创口 什么叫清洁手术呢 你的手术部位是无菌的 没有炎症也没有省伤 也不和外界的这个枪道相通的 我们知道和外界相通的枪道 和气体相通的是呼吸道 液体相通的是泌料道 那么固体相通的是消化道 这个气液固体 这个反正 如果你和这个东西相通了 那你这个东西可能是 因为这里面都有细菌的 虽然这些枪道里面都会有 叶子菌的 那你可能是要预防的 或者你假装线做一下 这脖子上多干净啊 你要去用这个 就没有必要去 但是你说脖子不小心 把气管划破了 或者通了 或者有这样的修补 比如气到这地方有损伤了 那就变成非清洁伤口了 那你可能是要预防了 那么预防疏后的切口的感染 那么也想要相应选择 因为在这地方主要是金浦菌的 主要是金浦菌的 那么是 如果是肠道的话 当然是阴性菌为主的 因为这些部位 所以你要根据不同的部位 选择 这个有效的一个预防 而不要撒打网 普遍的一种预防 这一点是在预防用药中 如果你要预防的话 那一定要达到效果 你比如说 有时候手术预防 我输钱给你打两针 手术过来以后 后面就再也不管了 其实术前打两针 按照这个药物的办法器 到了手术中 可能它早就消除完了 那真正发生感染的实践 是什么时候 是在术中 比如说 有时候空气中 落在窗口上 当然我们手术的这个环境 现在是要求很严的 还有一次术后 窗口还没有愈合 这个时候才是发生感染的时候 所以你这个真正发生感染的 最有效的应该覆盖整个手术过程 而不仅仅是术前 现在很多的预防 我术前给你打两针 后面我们就不管了 因为我好像 实际上是一种安慰 我已经给他用过药了 真正发生 手术窗口污染的高风险期 反而没有药物 所以这个也是不合理 就是不强求实际的效率 只讲到我用过了 一般药物要延长48小时 整个覆盖整个手术期 这样才能达到效果 否则你就是 无效的预防 等于预防的费用的空浪费 好 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 在特殊的这个病例生理状况下面 比如说你有肝神功能损害 还有特殊人群中 老人 老人一般的肾功能都低下的 氨基糖肝类 我们一般都不知道使用 近年来年年发生 老年人出现肾功能衰竭 很多人就去看 长时间使用 安静糖肝类 上次中华医学会的一个 密尿事故鉴定就是的 这个人70多岁了 出了一个密尿系统感染 清大梅树打了三个月 医生大概都忘了 因为医组签上去以后 如果医生不在后面签名的话 护士就会每天打 每天打 反正你没有让我停 他就周而复着打 他又不做监测 最后这个人神功能衰竭 但是医生在答病的时候 他说这个人是密尿系统感染 这个感染上行性 最后到了肾长 所以这个人是死于 感染性的肾功能衰竭 但是我们说 你在这么长时间的 使用氢蛋白症中 不对病人的肾功能进行监测 而且病人 这么明显超过了 这个 这类药物的使用的一个指振 所以他说没有证据 这个人做过肾功能衰竭 他说没有证据 但是这就是一个证据 在抗生死的使用账务 严重的违反抗生死的使用原则 所以他说 当然他这个也不能完全排除 他本身就有密尿系统感染 他说这是感染上去造成的 所以最后我们派他一个70%责任 有严重的责任 因为有重大的事物 而且是因为 长期使用肾功能衰竭 在老年人中 它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比这个细菌 这个可能性更大 所以这个医学 它就是不确定 它是个概率 从这个案例上我们判定 药物引起的肾功能衰竭 的概率比肾脏感染 因为你这么高的抗生素 还说是细菌感染的 因为病人体温也不高 各方面的感染 白细胞性化 都降低了 说明感染已经被你控制了 这个时候才发生肾功能衰竭 就应该是 药物性引起的 所以这个就是老年人 新生儿当然要注意 新生儿你给他用绿酶素 就会出现一种叫 灰阴综合中 叫Grey Baby Syndrome 灰阴 这个人用了以后 他肝脏 这个葡萄草全酸 转移酶没有 所以这个绿酶素 不能及时的 这个被代谢清除 这么高的绿酶素 会引起循环衰竭 小孩子刚生出来 皮肤比较薄 那么皮下血管看得 红扑扑的 叫红扑扑的 但是用了这个药物 循环衰竭就变成灰色了 因为纸干嘛 表面出现灰目的 叫灰阴综合针 这也是在新生儿中特别 所以新生儿是不能够使用 绿酶素的 那你要选要 要注意特殊人情的 绿酶素 普鲁奇的妇女 你根本不能用四环素 大家知道四环素 这里面非常容易 和骨和芽落合 沉积在骨头牙齿里面的 所以你这个用 它也可以通过乳汁排泄出来 好了 这个小孩子一吃 长大了以后 一口的四环素芽 你看 我们以前看了有些歌心 歌唱得挺好的 牙齿一露出来黄的 这个 所以 就是 那个年代四环素 用得非常普遍 为什么四环素是广普的 不需要明确诊断 是什么细菌 用上去 无论你是什么细菌 它都能够有效的控制 这是它用的方便的地方 可是一滥用 就会形成骨牙的发育障害 牙齿不整齐 然后灰 然后呢 还有就是骨骼的发育速度 长不高了 骨骼出现病变 所以这都是在特定的人群中 要根据它的一些特殊人群 来进行合理的选择 来避免毒性的发生 还有大家知道 现在聋哑儿童 也是在很幼年的时候 使用了一些抗生素以后 导致 他们说大部分90%的 所谓先天性聋哑实际上是药物造成的 因为它很少的时候耳朵听不见了 它就失去了学习语言的能力了 所以它有听不见也不能够正常的说话 好 这是一些个体化给药方案的 有一些具体的 新生儿应该怎么用 肾功能减退应该怎么用 这个肝功能减退的时候应该怎么用 这个是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 这个资料可以提供给大家 可能书上没有做这样一个整理 但是我们在 纵向的一个学习的同时 最后应该横向的把它加以归了 那 明床医生最终看中的是这个 就说 如果胜功能减退 那吃这个清单里面的药物 千万就不要再用了 因为他们都能够加重 这个肝功能的损害 如果是已经有胜功能的损害了 这种药物都不能再用了 都不能再用了 都不能再用了 这是润成期和普入期 应该选用和选用的一些药物 那是在抗生素的应用指南里面都会有 我们国家唯一对一类药物发布应用指南 作为国家药点委员会 这样一个部门发布全国应用指南的 只有抗生素 因为这类药物使用非常普遍 对是一个社会危害比较大的 这个效益获益很大 同时潜在的风险很大的药物 所以发布了专门的指南 好 我们再谈一下联合应用的问题 一个不行了 要联用几个 在什么情况下要联用 我们一般的用药原则是 一个疾病如果一个药物能解决的 就尽量不要用两个 这是一个应用 就是可用可不用用的药物尽量不要用 千万不要说 我万一呢 我把它放上去 这个不行 我还可以 这是很多医生的一种处方的习惯 就是说我不太确定的时候 我就把红的绿的都加上去 这个实际上就是第一 增加了耐药性 第二 增加了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 风险效益比 那么你降低了对你病情的判断了 你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弥补 但是实际上风险非常的大 所以联用要有明确的指针 我们看一下联用的主要的指针 第一 确实病因不明 但是轻度的病因不明 你可以猜一个 然后以这个进行预发 然后不要再做进行调整 不是说只要是不明的 我全部都加上 应该尽量的根据临床的症状和体征 来加以判断 所以这取决于临床医生的一个经验 经验 病因不明 同时又是非常严重的你才需要联用 因为病因不明 万一我猜错了 就是病因不明 你只好根据你的经验去诊断 同时的话就是你猜一个 猜的正确和不正确取决于你的经验 那么但是万一你猜错了以后 病人会为你的这一次猜错的错误 如果承担过大的风险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面 那你要有所弥补 那你就连用几个 那这样可以降低你万一弄错的这个风险 所以病因不明的严重感染 可以先取得标本送去查 啊 赶快取样 但是等待那个还有还要时间啊 那我就先连用几个 不管你是格兰是阴性格兰是阳性的 什么我全部都至少先给你控制住 等待报告来了以后看 哦是是对这个应该的 赶快把那个停掉 那它只是一个暂时的 防止这个这个混合污染以后 发生严重感染的一个 临时的一种措施 不能够长期这个就是 不清楚就一直往下用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是 单一的抗疫药 不能有效控制的混合感染 本来就是格兰是阴性阳性 在那里面都困难了 你比如说你这个 迷满性的浮沫炎 这肚子肠子穿孔了 这里面的什么阴性阳性 全部都出来了 满腹腔的都是都是细菌 那肯定是各种细菌 都是在里面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用 这个比如说 胸膜炎肺穿孔了 肠穿孔了 这里面的细菌各种各样的 它往往感染不是单一的 不是单一的 重创了以后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面 你在里面虚氧的艳阳菌 感染都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可能要联合用药了 因为单一的药不可能控制 它的谱啊 每一个谱都只能打扫一部分 可是这里面这里面东西太多了 所以你要联合用药 第三 重症的感染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们要一定要 单一的可能会产生耐药 我们明显知道 它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细菌的感染 但是呢它往往有耐药 但是如果我们用的这个药物 它万一耐药了之后 我们没有机会去补救 你说我们先用一个不行 我再调整 可是这样的感染 不给你调整的机会 所以你必须在第一次一击种地 要求你必须一击种地的情况下 那你为了保稳 那你这个东西就要 多放几种进去 因为心内抹炎 浓毒血症 你说我看看 先用一个试试看 不行了 不行它就死掉了 所以没有给你再次的机会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 这么严重 那我们就给它混合一下 那就是连用 连用 这个和这个同样是严重 显然寒因是不一样的 寒因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哪一个 我们也要连用 因为它可能有耐药性的问题 第三 长程治疗 非常容易产生这个 耐药性感染的 特别就是结核 结核现在耐药菌非常的 前面我们讲了 在明星这个耐药菌中 结核就是我们国家最 超级结核菌现在越来越多了 所以只要是结核感染 又那么长的时间 耐药是不可避免的 肯定会发生的 那我怎么来减轻 这个耐药的发生呢 那就是我连用几个 你耐了A我还有B呢 耐了B我还有C呢 耐了C我还有D呢 那所以现在一下子 五个就上去了 那这个东西 要想逃过五重打击 那这个结核菌至少它的概率 就会明显降低了 第五就是减少毒货反应的 所以连用可以增效 还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减毒 那当然要发生这样一个 产生这样一个作用的话 有一个前提 就是这两个药物的抗菌作用 是可以相互协同增强的 但是它们的毒性 却不会协同增强 这是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的 对其他的这个器官的损害 比如你可能是对肝脏有损害 我是对肾脏有损害的 但是我们抗菌 在细菌上面是有的 那大家都都可以用上去 在抗菌上面我们协同了 在肝上面 我们你的肌脏也小点 我的肌脏也小点 大家就各自不会造成 这个严重的不乱反应 像老墨炎 老墨炎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生不增菌感染 最有效的药物就是两性霉素B 两性霉素B 是目前治疗生不增菌最有效的 但是它又是毒性最大的 可是我们现在找不到任何一个 能够治疗生不增菌感染 能够替代两性霉素B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具有讽刺意味的 就是我们明明知道 它是毒性最大的 可是我们却不得不用它 因为换用其他的都不行 都控制不了 那这就是现在生不增菌 我们感染 我们面临的一种窘境 那么因此很多的课题都在 生不增菌感染 开发开发开发 开发到现在 还是两性霉素B好 所以两性霉素B 但是它的毒性很大 用过以后 这个人魂子就开始发冷颤夺 然后心脏会出现心率失常 然后肾脏会出现严重的损害 神经系统会出现严重的 这个神经性的损害 它的这个毒性非常的大 毒性非常的大 那么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加一个福报秘定 福报秘定的 对生不增菌的感染 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效果不强 把它和两性霉素B联用 可以增效 这样可以适当的减小 两性霉素B的剂量 而疗效由于有福报霉素的协同 又不足以明显降低 所以可以产生减毒的这种作用 是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这样五个指针 我们大致可以看成叫 蒙混抗中毒 就是让你回答一下 你这个指针是什么 第一 你自己还很朦胧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不清楚 整张不清楚的中毒感染 然后混合感染 然后有抗药菌的感染 有非常重要器官的这种感染 就是我们不能承受 这个要必须一级中低的 第四个就是最后 那么毒性为了减毒这个目的 我们来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 这个考试记忆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很多 这个同学愿意去回答 选择题 选择题 可是我们往往分数多的呢 都是问答题 这个问答题 为什么和选择题有差别呢 就是它需要你主动的去回忆 选择题呢 它主要是让你再record 让你再认一下 确认的词证中 只要是去分辨一下 那么你在记忆的时候 给每一个点加上一个标签 那就很容易搜索了 所以记忆 尤其是记忆的这个 想不起来 其实不是信息消失了 是你没有把它弄上缩影 没有检测出来 好 抗菌药物的联合应用 有这样几种情况 首先我们把抗菌药物 按照它的作用性质 大概分成四大类 一个是叫繁殖器 或者叫塑效杀菌剂 这细菌处于繁殖器 就是杀菌剂 像β 氫酶素类 或者叫β 这两个药物都叫β类型案类 它是破坏细胞的 前面我们讲过了 只有这个细胞繁殖的时候 它才需要合成细胞 所以这个叫繁殖器杀菌 还有禁止器杀菌剂 氨基坦干类 多联菌素类 这个都是 就是你不繁殖的时候 处于禁止器的时候 我也能杀灭你 这叫禁止器杀菌剂 当然对繁殖器也能杀灭 也能杀灭 所以它只是一个 那么它的特点是在禁止器也能杀 也能杀灭 第三类是素效益菌剂 能够迅速地抑制细菌的生残防止 当然不能杀死它 能够迅速地抑制 这个是慢效益菌剂 就是它的效率比较弱一点 效率比较弱一点 叫慢效益菌剂 这四大类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药物如果放在一起的话 大概产生的后果 无非是相加 就1加1等于2 协同1加1大于2 激抗1加1小于1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面 那就是它的抗菌效率下降了 不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联合的效果 我们特别要注意 一类和二类 就两种杀菌剂联用 一般是可以产生增强的 氢酶素加氢蛋白素 氢酶素针对格兰是阳性 氢蛋白素针对格兰是阴性 同时对一些赖尔菌 它都是产生杀灭的 氢酶素把B破坏掉 让氢蛋白素更多的 能够透入到细胞里面 去抑制蛋白质合成 你看它的作用激励相互 都是非常非常协同的 非常协同的 一个是破坏B 让这个药物 让氢蛋白素更多的 可以钻到这个胞浆里面 就一致蛋白质合成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是协同的 一类和三类 这产生激抗 所以这个氢不要配红 这个氢红帮 这个氢轻而别别配红 氢配红本身这个 美学效果就不好 所以这个 加在一起会产生激抗的 因为一个快速的移菌剂 用过以后很快使得细菌 从繁殖器进入到静止器 好了 你这个用的 又是一个繁殖器杀菌剂 那不是相互激抗了吗 它让这个细菌更多的 处于一种静止态 会降低对快速杀菌剂的敏感性 因为你一直是它的繁殖了 它不繁殖了 那它就不合成B了 不合成B了 那对你的疤点相应来说 它就少了 所以这两个会产生激抗 那么其他的一些类别都可以用 但是一般都是产生相加 产生相加 或者是也会产生增强的 那就主要的禁忌 我们要避免一和三 避免一和三的合用 那么这地方有两个注意 最用机制相同的 同一类药物 那么你就不要再用了 我黄氨密定 黄氨塞座 都搞黄氨 还有这个奎若同类 或者头包 我搞几个头包放在一起用 这个拔点都一样 大家重叠在上面了 相当于在一个上面增量了 这个时候相当于 那就是说你看上去 就不像那个 拔点不同的在一起合用 往往可以增效 你拔点在同一个拔点上 相互挤了 你上去了我就下来了 那大家起不到 起不到这个 这个协同的这个作用 联合用药 注意也会使毒性相加 要注意 有些药物的联用 比如万古霉素 有剩毒性的 那安基坦干清大霉素 也是剩毒性的 你说这两个放在一起用 是的 抗菌效果可能是会增强 但是它们的毒性的增强 可能更要命 所以风险的增加 超过了效益的增加 风险效益也不恰当 所以也不应该放在一起用 所以这个是 都要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分析 也防止它们在 一些把效应的毒性上面 这个增效 好 我想后面的一些管理 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 限制使用的 那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今天我们进入到第37章 人工合成 抗击药物 首先我们看一下 人工合成的主要就是 奎若同类 黄氨类 那当然还有一些消极富兰类 在上这样一些药物 最重要的药物是第一类 奎若同类 奎若同类 因为奎若同类在目前临床上面的使用量 始终具体抗击药物的前三位 在大多数情况下 甚至排在第一 就是比一些抗击素的使用 还多 它是一个人工合成的 人工合成的 简单的开始一下它的发展 其实这类药物在上世纪 60年代就开始出现第一个了 赖定酸 然后呢 在进一步的情况下 第二代 70年代的比派酸 这是第二代的 这两类药物的主要的 都是针对格兰斯阴性菌的 所以在当时主要是 因为青梅素比较 对格兰斯阳性菌的控制 比较好了 可是当时我们面临的 主要的威胁就是 对格兰斯阴性感菌 就是肠道里面的 这些细菌 我们没有很有效的药物 因为一来 我就以青梅素 把大部分的格兰斯阳性菌都去掉了 整个格兰斯阴性菌的感染 在临床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直在开发这类药物 那么奎若同类出现 无疑在这个方面弥补了 抗菌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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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那就是格兰斯阳性菌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所以它对于蜜料道和胃肠道的感染是比较好的 在最初当然很有效 但是这类药物 耐药性很快 耐药性很快 到了八十年代 出现了伏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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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抗菌谱就变成广谱了 而且相对于第一二代来说 它的这个耐药性安全性都明显的改善 从97年开始出现了所谓第四代 也叫新富库尔酮类 这一类问题反过来了 就是当我们把开发了很多的抗格兰斯阴性菌的药物 这个开发了很多以后 包括投胞类到后面一些新的投胞 也是针对格兰斯阴性菌的 这个事情这个细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了 这个耐药菌又与格兰斯阳性菌的耐药又开始突出来了 刚开始是阳性菌清美苏来的后 把阳性菌打下去了 阴性菌就上来了 奎若同志上来的和四代头部又把阴性菌按下去了 而现在阳性菌耐药又成为投胞 像我们上次讲的几个代表明星的 你看赖加阳西林金浦菌 赖肺炎球菌 来清美苏的肺炎球菌 这都是格兰斯阳性菌 所以格兰斯阳性菌感染成为主要的危险 那么因此第四代的主要就是要针对这个 所以它突出了一个特点 又叫做呼吸道奎若同类 因为这类肺炎球菌 主要是引起呼吸道感染的 所以蜜料生制系统消化道系统 这个我们已经很好解决了 而呼吸道又成为一个问题了 所以呼吸道就是第四代投胞 新的福克日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亮点 就是它针对肺炎练球菌的感染 有比较好的特点 当然它还继承了保留了前面的这些 广埔的一些特性 但是从临床的应用上特征上面 它主要是针对呼吸道的 耐轻霉素的肺炎 这个肺炎练球菌感染的 好 这就是第一代 这个当然我们不管了 它已经淘汰了 第二代基本上毒性比较大 胜毒比较大 所以已经很少使用了 现在临床大量使用的是第三代 第四代呢 现在这个也开始逐渐使用越来越多 因为它通常比较贵一点 比较贵一点 所以在三甲医院使用的比较多 福克尔酮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有个服务 这是它突出的一个构效关系 它主要的这个作用的把部位是 因为它一直DNA的合成嘛 是在第三位第四位上的这些集团 构成了它的一个药力学活性集团 主要在这个部位 如果这个部位发生破坏以后 它就产生赖药 好 福克尔酮内的一个体内的过程 可以开阔为这样四个特点 一个是吸收好 这是这类药物广受欢迎在临床上使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它可以口服 口服以后吸收得很好 你看有很多的青梅素都得打针 这个东西尤其这类药物曾经在儿科也广泛使用 因为小孩子都不愿意打针 给他糖吃也不愿意打 吃药可以 打针不愿意 所以这个益虫性就很差 这个父母又比较心疼小孩子 一叫 尽量给我吃 可是后来发现福克尔酮内的儿科不要用 为什么 它会引起根腱炎和根腱断裂 还有软骨的发育会受阻 这是首先在动物实验中被报道出来了 好了 那就说你这个儿科就不要用了 但是呢 实际我们到儿科去调查 以了解呢 这个儿科医生还会给他开 那一般只开三天 三天一长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因为短期还不至于影响 但是你如果长期用的话 可能你的软骨的发育 还有根腱 它会出现关节疼啊 一关节疼那就麻烦了 这个东西就说明它副种因都已经产生了 我们通过动物实验发现 它是可以影响软骨发育的 那影响软骨发育 这是有确切动物这个实验证据的 在临床上面 长期用药的人也会出现骨关节的损伤 和根腱断裂 根腱的断裂了 这个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在儿科的应用 虽然它口呼吸收好 但是在儿科应用也要加以限制 但是在其他的课程程中 由于它的口呼 所以一般出院带药 基本上都开上服口的 如果出院用 感冒啊什么 呼吸道感染啊都喜欢用它 所以它的使用为什么这么多 与它的用药方便 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另外还有它分布广泛 在体内到处 视同把它到处都可以去 呼吊肠 就是三大通道 气体液体固体 呼吊肠 这个它都可以去 所以这部分的感染都可以用 原来是后面两个为主 现在这个到了福克尔酮内 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也能很好了 那么骨关节皮肤 所以全身各数的感染用它都很好 都很好 所以这也是它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 因为它的体内的分布 没有明显的一个局限性 没有明显的这个限制 但是在骨关节的这个分布 其实也是它容易发生骨关节 和肌腱损伤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它多数是原型经过肾脏排泄 这个很好 因为如果你在体面代谢 主要以代谢产物进肾脏排泄的话 那鸡板对于蜜料系统的感染效果就很差 但是呢你原型 有大量的原型从肾脏里排泄出来 那对蜜料系统的感染效果就很好 所以在蜜料系统的感染 一直是这类药物 杀性类药物一个主要的一个应用领域 就是蜜料生殖系统的感染 蜜料生殖系统的感染 往往是它们的感染特征是相似的 在女性有生殖道 在男性有前列腺 像这些这个生殖系统的感染 和蜜料性的感染 一般它的感染均源是有相近性的 所以我们这说的尿道 也包括蜜料生殖系统 那么可以与注意 在它的一个体内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它容易和铁心酶 其实这里面还差少一个钙 铁心酶钙 因为它容易到骨里面 它也容易到钙里面去 这些二三家的这些杨粒子 是可以熬合的 那么这里在用药的时候 有很多人又贫血 又吃点铁剂 那和它这些就不要放在一起了 还有有些吃抗酸药物 胃不太好的 清氧化酶 还有补心 还能补心啊 你要是和这个在一起的话 那就会 这是立干剑影的 因为产生凹合物以后 两者的作用都没有了 它根本不能够吸收 所以我们说药物相互作用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 立干剑影的相互作用 就是为肠道里形成凹合物了 马上就立即药效立即上市 立即上市 所以这是要引起注意的 好 我们讲一讲作用的靶点 作用的靶点 书上有非常细致的描述 你可以去看这个故事 但是呢 作为我们要求大家来说 你只要知道两个靶 分别的名字是什么 因为我们会 给你出一个题目 出一系列的抗军药物 然后出一系列的这个靶 让你看看这个钥匙 到底应该是开哪个门 你自己能够对得上吧 对得上吧 对于格兰斯阳性菌来说 它的主要的一个靶 格兰斯阴性菌 Gram negative Gram negative 这种细菌来说 它主要的这个靶点 是这个DNA回旋酶 DNA回旋酶 那么对于格兰斯阳性菌来说 它主要的靶点是 TOP1个酶4 这两种酶 都是在DNA合成过程中 首先需要通过这两个酶 把它的构向 进行变化 然后这个链才能打开 然后才能够复制 如果你这个构向不发生改变 DNA的复制就无从进行 所以通过抑制的这两个液根酶 它就不能解链了 链不能打开 所以它就无从 那这个上去就没办法读了 没有办法进行后面的转录和翻译过程了 所以这个就是它主要的一个作用 因此它的作用的拔 现在是干扰到核酸的 干扰到这个DNA的复制的 当然DNA复制的 这是一个具体的 它里面的α雅基 正好和这个奎如铜上面的 那个在空间上面 是相近的 所以它可以和它也塞到这个链上面去 阻止它的一个吹化过程 那么就阻止了 它这个从一个正超 这个构像 变成一个负 负型的这种构像 那么这是一个负超螺旋构像 是它解链进行复制的一个前提 所以它把它固定住 好 八点你现在知道了 一个回旋美 DNA的回旋美 一个是TOP1构美4 一个是主要是在阴性菌的 一个是阳性菌的 这两个八点 那么对于第三世代 这个共同的一个药力学的特点 这个底下怎么拦住了 广浦 广浦 那么我们说了 尤其是对这个格兰斯阳性菌 就是呼吸道的 就是特别是第四代 增强了 因为原来刚开始开发 主要是针对阴性嘛 现在到了福克瑞同 尤其是到第四代以后 对于一些格兰斯阳性菌的作用 明显增强了 对于一些阴性菌 这里面有一个叫铜绿甲丹胞菌 这个是一个很明星的细菌 这个为什么明星呢 因为以前的名字叫绿龙杆菌 它一旦感染后流出来 那个绿 带有像绿色荧光样的 那个龙流出来很漂亮的颜色 绿色的 有绿龙 现在叫铜绿甲丹胞菌 它最容易发生在一些烧伤 所以这个烧伤以后 第一个创口 休克 创口 随后就是感染 感染官 你能不能过得到感染 在创伤面上面 最容易发生的感染 是绿龙杆菌 就是这个 叫做铜绿甲丹胞菌 它本身是一个条件质品菌 就正常在我们体内 到处都有的 你如果免疫力强 表面这个 它不会的 一旦你这个 比如你用很多 因为抗菌是用的很多嘛 耐药菌很多 绿龙这种 耐药菌非常的多 同时它的 自然间大量的分布 所以你稍微 抵抗力一下降 就开始激发这种感染 这是目前 临床上最头疼的感染之一 那么现在 对它有效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值得夸耀的一个特性 我对铜绿甲丹胞菌 是有效的 对金埔菌 有效也是一个值得夸耀的 因为现在金埔菌 基本上对气面素 都耐药了 百分之九 有人说九十五 我觉得还应该更高 换句话说 你不管是多少 如果是金埔菌感染 临床医生是绝对不会 再去开气面素了 因为没有气面素好用 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病人 不能够使用气面素 对这个病人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因为气面素 如果是敏感的话 效果 凡是对气面素敏感的细菌 临床医生都会 首先使用气面素 又便宜 又杀菌 起效又快 而且没有 如果你不过敏的话 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所以气面素始终 在它的抗菌谱中 只要能找到敏感菌 都会优先使用 可是金埔菌 不能使用它了 还有有的人 一过敏 一做皮色 哎呀过敏 哎呀 医生心下 都会想 哎呦 一个重要的选择 被排除了 不能使用气面素 那意味着 你的这个钱 要回去多准备一点 同时 这个不良反应的风险 也会增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 另外 在药带动力学上 它有它的一些优势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口服好 吸收好 口服吸收好 分布又广 半衰期 我觉得不一定 多值得夸药 半衰期一般 也就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最多七个小时 这个呢 也是要多次给药 它不算长 因为一个半衰期 只在三四个小时 不算半衰期不太长 所以最长的 现在有一个最长的 也大概达到十几个小时 但是很少 大部分的都是半衰期 在我们临床来说 是属于短半衰期的药物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